我和Sam做事一向都公私分明 就算Tim Sir是否我的姐夫 我的立場也一樣 況且在這次的案子裡 有很多問題還沒解答 好, 那你說的是什麼問題? 坐下 之前我們估計阿Ling的死亡時間 是清晨五至六點 死亡時間比他父母遲了兩個小時 阿Ling估計不到阿滴會這麼兇殘 殺了父母, 然後替他吵起來 然後受了傷, 然後繼續吵下去 這個由頭到尾也是一個估計 不是這樣, 他怎麼會這麼遲死? 我們的估計是根據你 給我的死亡時間而推測 不過現在我們找到另外一件事 這是退消藥的包裝紙 是我們在搜證的時候 在阿Ling的房間找到的 我懷疑阿Ling死的時候是在發燒 如果阿Ling真的在發燒的話 他屍體的肝蚊就會比他父母屍體肝蚊高 也就是說 他們三個人的死亡時間會很接近 而不是我們之前估計是這樣 相差了兩個小時 也就是說我們之前估計阿滴和阿Ling 是在他父母死了之後才發生衝突 他傷口的血也在這個時候滴到地上 這個估計的可能性其實很低 但可能性低也不代表沒有人 就算這位小妹真是死遲 他父母五分鐘 她一樣有時間可以跟男朋友吵架 再滴血到地上也行 更何況阿滴到現在都不能給我們不在場證據 但是你也不要忘記 上到法庭疑點利益是歸於被告 阿滴他不能給你不在場證據 但是你們也掌握不了阿滴的在場證據 阿滴他說過在案發前三天 他跟譚德吵架 所以我們在兇案現場 就找到有阿滴子毛的事發了 至於譚德肩膊的乳傷 在他死的時候已經散出來了 所以跟阿滴說話也吻合 Madam, 你們警察部 我們法證和法醫 其實大家都一樣 很想盡快找到真空幫受害人申冤 所以我們的意見有不同也好 其實目的只是一個, 是不是? 其實大家都希望做到無中無枉 那就是怎麼樣?難道就是要放了阿滴? 我們怎麼跟張Sir交代? 我們也不只是說要向張Sir交代 既然有新發現, 當然要繼續查下去 Tim Sir, 我是做警察的 不只是說要領功 我們還是想找出真相 去哪裡找真相? 還有一個還沒死 不好意思 不是吧? 好, 麻煩你 什麼事? 還靜光, 我也差不多不行了 剛剛醫院的手足打電話 說譚偉先生很危殆, 急救緊 譚偉先生, 情況如何? 她剛才說心跳出現不規則的跳動 我們剛剛跟她急救完 幸好救得回來 不過現在還在昏迷 那時間之外, 她能不能省得回來? 她現在的情況就是很不穩定 能不能省得回來只要替她自己的意志 謝謝醫生 謝謝 那就糟了, 如果情況不穩定 醒不醒也要看意志 隨時能熬過今天, 未必能熬到明天 Tim Sir Madam, 譚偉先生怎麼樣? 剛才改門關, 回答一句話 但如果再找不到兇手的話 我想她等不到 你打電話, 你是不是有什麼身分? 我今天找一個同事去案發現場做一個實驗 Tim Sir, 資料已經進入電腦了 謝謝 姐姐, 來了 姐姐? 對了, 一個小光一個小油 想不認兩隻弟也不行 我先出去 Madam, 你過來 我今天找了一個六呎高的同事 去到案發現場外面的水渠 那裡無疑那個兇徒爬水渠下來的情況 我們也把兇徒留下的腳印做了一些記號 Madam, 你看 左邊紅色的就是兇徒留下的腳印的記號 而右邊綠色的就是我們 六呎高的同事留下的腳印 正常來說, 一個人要這樣爬水渠下來 手和腳都有他的著力點 而這些著力點就要視乎那個人的身高 我們也做了一個分析 左邊紅色的就是兇徒爬下來的著力點 以及他的姿勢 而右邊的就是我們同事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 如果兇徒是六呎高的 他爬水渠下來的姿勢就應該這樣 那豈不是很奇怪 他要弄了身, 很辛苦才能爬下來 沒錯, 所以我們的分析結果 兇徒的身高應該是五呎六左右 而阿迪有六呎高 所以兇手應該不是阿迪 身高五呎六, 但旁邊有十號 還有德特庫的報告裡面說過 但其實也有兩把兇刀 說不定有兩個兇手 這只是可能性 但到目前為止, 我們只能找到一把兇刀 假設真的有兩個兇手 其中一個已經把兇刀丟掉了 為什麼另外那個不跟著他丟掉一把刀 我叫裡面多加一隻, 私人繩的 行不行嗎?不要為了雞翼 馬上被人刀丟掉了 不夠臂肯, 別硬來 放心吧, 所謂的私人繩 就是入學數的意思 一隻雞翼, 我還請得起 厲害了, 我麻煩你努力做 否則還不夠一個月, 又說不做 不會, 這份工作又有意義, 又有多東西學 連烹飪也不走 是多東西學, 還是多東西看? 挺熟悉的, 這麼高質素 九成九拍馬頭, 輪到你嗎? 我收了資料 我收了資料, 剛脫脫, 真空期最後 第四個月 好, 會不會有四個月真空期? 會不會有問題你不知道? 神經病, 你再有問題 人家剛脫脫, 要哀悼, 要冷靜 要… 請你努力做事, 做些成績給人家看 是呀, 你叫芯哥 聰明兩招旁一身也好 不用勞煩芯哥了, 我已經讀好了 第一招, 我打算約他遊車 你有車嗎? 車不用自己有的 最重要是要認識朋友多 只要我一出聲 阿彪立刻搬一輛漂亮的車來給我玩 沒有拖手搶的 誰阿彪? 高星巴的水巴, 大蛇彪 他很多路 百多萬的歐洲跑車都可以拿回來 他經常吹水話, 鐵線也不用 一支牙籤就可以開到車門 好嗎?Veter, 有發現嗎? 位置不太合理 時膽最近應該被人換我 不好意思, 警官說要你拿下來 羅先生 警官, 有什麼事? 沒有, 我怕他上次可能有點記錯 所以望你這次想清楚一點才回答我 你的車沒有被人偷過 我都說了沒有 或者我先介紹給你認識 因為是發證部物理組的化驗師 馬Sir 化驗?化什麼驗?我親沒事化什麼驗 或者你不明白 物理組裡面全都是專家 他們專責是檢驗被偷過的車 或者被撞過的車 我們看一眼就知道 車有沒有被人偷過 車門有沒有被人叫過 用百合時或者是螺絲批 那個時膽有沒有被人換過 甚至沒有換過多少次 我們看一眼就看到了 或者我再說清楚一點 我懷疑你的車頭中兇殺害有關 所有需要知道的車 究竟有沒有被人偷過 希望學生是想清楚一點才來回答我 我會假設你明白 防止司法公正 以及比較後攻的後果 對了…我的車子被人偷過 那為什麼這麼幸運, 又能找回來? 什麼大人不給你 車子值幾十五萬 你花了四小錢 找朋友幫你拿回來 這麼多人之常情 你這麼做, 還容易偷車賊? 他們竟然要付錢給得這麼順滩 又會吃過翻尋味 你的車一定會再被人偷過 到時候要多給十萬八萬 你依然不喜歡他們承諸一發 都是公共一個永島公園的車會 你自己想一想 你的車子被人偷了 你是信偷車的人, 還是信警察? 想不到真的與他無關 就是了 沒問題, 知名字嗎? 這宗命案現在正式與他無關 我們可以放你 他說不關我的事了 這宗命案是不關你的事 不過既然你承認了我和大蛇被他偷車 那你我會有手足跟他跟進那宗偷車案 做得出就預料就要受了 社長一聲, 戴個口風房 然後通識戒祖 是, 老闆 大蛇, 這邊麻煩你 那人嗎? 那晚我偷車 其實打算找不錢帶他走 如果有帶他走的話 他就不會死 你現在看的是 TVB USA 官方頻道 劇集精彩變亂, 每天不斷放鬆 你不是還未訂閱嗎?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